從2月3號第一批武漢包機到現在 終於第二批的武漢包機 他們回國了 可是現在還遺留下來的 有將近1000名台胞 他們留在了武漢 留在了湖北 其中有一些人就出來哭訴了 為什麼他們不在優先名單 我們來看一看他們其實是不是應該在優先名單 到底怎麼一回事 來看這則報導 我一個才上小學的弟弟 也沒有在這次的名單當中 所以我想質問的是 所謂的優先名單內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王東卻是高中生和讀國小的弟弟急著回家 卻不在第二批包機名單裡面 群租裡同樣有急著回家的媽媽等不及 打了十幾通電話給海基會交通部機關署 沒得到回應 不知第二批回臺的361人中 除了121名優先名單 其他的240人怎麼選 據我所知 昨天第二批包機的登機名單 是由海基會提供的100多名優先名單 加上省台辦提供的200多名名單 然後省台辦那邊並沒有說明 他們挑選登機的人是有什麼樣的標準 強調自己不是台商回家探親卻被滯留 開學半個月回不去急迫要返台的還有他 蔡小姐一人在湖北襄陽 這段期間借住朋友家已經住的有點不好意思 加上有子宮異味症的他需要買藥 小藥局沒開也沒賣 還得請當地台辦協助帶買 對病情控制不好也很不方便 希望說這一次專機回台不會又要讓我們分一個多月 返台名單誰選怎麼選 台路雙方都沒多說 讓還滯留湖北的台灣員充滿疑惑 卻不知道能找誰問明白 當然這些台胞能夠回來 我們還是非常的開心 可是這回來的過程當中 你還是可以看到疊對疊 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我相信滯留在武漢 滯留在湖北的人 他們會擔心的是第一批包機到現在 超過了一個月的時間 第二批會不會都是遙遙不可行 是 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則影片裡面 受訪人其實在討論是優先順序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因為很有需求 但我不在第二批包機 第三批包機什麼時候出來不知道 所以他們會覺得擔心 但現在我也滿敬佩的 高中生竟然很想要回去上學 我覺得這個 上學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你如果半個月跟不上進度 你會擔心吧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其實不太擔心 我會擔心 主要是被關悶的 在那邊吃的東西什麼 其實都有點膩 因為他能夠選擇的蛋白質其實有限 但我們不要再扯他吃東西 我們來講 這個背後的整個運作 其實很複雜 複雜的地方是這樣 你說這361人我們恭喜他回來了 可是光是中間的過程 第一個顯然湖北省對台辦 早就準備好了 他跟新華社合作深夜就凌晨 這些飛機才剛起飛 華航剛起飛 馬上就發了一篇文 說湖北省不願意透露姓名的 台辦人員表示 台方竟然在包機人有空位之下 我們又提供了額外的30人 說對不起可不可以多塞30人 台方說不行不行 他說這個有被親情 一些台胞對此感到很失望 但鳳雲姐我們這樣講 一個能在凌晨新華社發出來的文 就問一下要不要先寫好 領導要不要看過 是不是應該審批完之後才能夠公開 那你什麼時候要準備 那相關的動作 第一個我們也不是幫陳時中說話 而是你手上怎麼會隨時準備好30個人 原來的人都已經告訴你說 有這麼多人 有那麼多人 忽然之間你手上說 我這邊又多出了30個人 第一個 這個30個人 看起來安排的有些蹊蹺 第二個 他的這個湖北台辦 還一條一條論經論糧的批評台方 第一個 這個其實我們真不知道的原因 這有很多可能以後 我們才會真相大白 這個最後統計的時候 也就是到了機場 那個名單都開出來了 臨時改變想法 這個大概有11個人 他說回台灣不願意接受強制隔離 所以不登機 這個我覺得那我也沒辦法了 因為其實你不管是不是在湖北回來 你其實在台港澳回來 都是 哪怕你是從這個韓國回來 都要隔離14天 這現在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這第一條他批評 我其實有點不太理解 這些台胞到底在想什麼 那第二點也有蹊蹺 他說在武漢體溫檢測的時候發熱症狀 但又不願意做核酸檢測 就是那個RNA 那個病毒的檢測 所以最後沒有登機 那這個我也沒辦法接受 而且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你今天不是說武漢一定要解封了嗎 武漢整個這個病情狀況已經解決了 結果他發熱 然後對台辦 不好意思你不要接受檢測就走了 這個我覺得不太可能 難道他們如果真的是感染 或是真的是確診的話 你對台辦負擔得起嗎 你的第二條很怪 沒有強制檢測 然後你灌到台方身上 我覺得強制檢測本來就應該的 但是他沒有強制檢測 然後說台方 你看 這個我們真的不能理解 好 那第三條 這個就是很特例 我們光在節目開始前 大家一直討論 是不是有一個武漢小民出現 因為之前我們的例子 是一個北京小民 就是他擁有北京戶籍 但沒有台灣國籍 所以依照這個規定不能進台灣 現在他提到的第三點 你看有大陸配偶 未成年子女 原在台灣生活 因為台灣方面最近的特別限制 無法反台 其母親只能留下來照護 這個我們左思右想 想了又想 大概就是武漢版的小民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講他反台了 就是會前往不同的地方 做檢疫隔離 所以陳時中部長 針對整個說法也有說 因為這個30個人我們不收 是因為沒有事先掌握名單 那你因為沒有辦法掌握名單 所以我們也不能夠事先做隔離 當然中間的整個運籌 維臥跟雙方的名槍案件 連隔離衣都是一個真點 你知道隔離衣到後來是 台灣就我們的台胞都說 好 我穿 我穿 然後中方的人才說 好吧 那就讓你們穿了 然後才終於在東航的登機 讓台胞都穿了隔離衣 否則原來東航是空門也有穿 但台胞不能穿 那再拖下去 眼看都飛不回來的 所以台胞滿團結的 就跟這些中方官員說來 沒關係 我們願意穿 你就不要堅持了 因為都拖到半夜兩點才起飛 好 我們這邊請教一下司剛 其實在這一次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諜對諜 雙方互相的不信任 雖然藉由這個民航單位 然後互相聯繫 終於飛了第二批 但是現在彼此之間 槍來建黨的這種情況之下 會不會第三批又遙遙不可期 當然我以這個同胞的立場 我們當然希望其他在湖北的 這些台灣的同胞 趕快早點回來 雖然說湖北可能在網路在謠傳 幫他昨天習近平也去了 在謠傳說會不會解禁 我們在網路上也看到 這個湖北機場集團有限公司 有一個專於這個復工的準備 通知 然後期限他都三月十六號 就要完成相關的 這些複航工作的準備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 如果說我們不包機回來的話 他們可不可以就是零散的 散的回來 所以如果說武漢的天河機場 他就完全開放了 其實三月十六號 照他這樣的通知的話 三月十六號之後 大概五天後 完完全全可以開放的 但是我們這些台胞 因為在陸委會這部分 有做了一些註記 因為他名單 他已經陸委會掌握到 那九百多位的名單 扣掉現在已經回來的 這個四百多位 其他的那個部分 因為有註記 所以你不能在那邊買了機票 我就搭飛機回台灣 你在台灣也是沒辦法入境 所以會不會變成說 湖北都已經解禁了 結果這些人反而更不能回來台灣 反而這現實是他沒辦法回來台灣 其實我們看到湖北機場 其實有特別說表明了說 這不代表他們很快的 就要完全開放了 現在時間點可能也不會那麼快 對 因為三月十六號之前 他還要做一些 他可以把復工準備做好 人員到位 但是真正的這個開航時間 我覺得還是要等待上面的指示 不過以種種跡象看起來 包括一些在大陸的一些朋友 也在傳說已經慢慢有跡象 包括招復工的人 開始準備機器了 然後店家已經準備開始開張 已經在申請開張的許可 包括你在每個小吃店 飲食店 我要在申請復工的時候 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許可 OK之後你才可以開始復工 包括你要做外送 外賣 也要得到許可 這是兩個階段 所以看起來 慢慢開始在做復工的打算 在這復工之後 我覺得這個湖北的機場 大概可以對外開通 但是我要講 雖然對外開通 但是我們滯留在當地的台胞 還是不能自己買張票就能回台灣 萬一湖北開通了 然後結果台胞反而不能回來 它又會變成一個國際性的一個訊息 會變成兩岸的trouble 所以我是希望 既然有這次的經驗 真的不要再說一個多月了 華航 華航 東航 大家都已經各飛一班 然後反正這些肢節的事情 也都勉強解決了 我覺得可以兩週內 讓剩餘的想要回 想要回台灣的臺胞們 趕快就回來了 好 不過這邊請教一下仁俊 剛剛就提到說 你知道中華國家主席習近平 昨天特別人到了武漢 這是國際上面都認為他是大消息 甚至有一些金融機構認為說 就是因為他去了武漢 所以大陸昨天股市漲 但今天就沒有漲了 但是習近平防武漢這件事情 他背後傳遞了到底是哪一些的意思 然後這過程又有哪些過程 而且你看 所有的時間點都卡在3月10號 你剛剛講習近平 這個3月10號到了武漢對不對 然後台商包機什麼時候回來 3月10號回來 湖北機場什麼時候告訴你上班 3月10號 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卡在這一天 所以有人講說那個機場集團 為什麼要發那個通知 不然你飛機怎麼飛 你要趕快叫他們10號的時候 一定要先上班 才有後面包機可以順利起降 因為他機場的運作是一整套的 因為你是中國東方航空的話 還可以說是自己的飛機 可是華航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了 是 所以你看所有的時間點 都壓在3月10號 當然習近平到3月10號 到武漢的幾個小區裡面去 包含到去跟火神山醫院的人 用視訊的方式 很多人也覺得說 是不是代表武漢或者湖北 這個地方陸續的要打開了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當時在第18號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封城 你到今天為止還在 而且下了一個指示 叫做外防輸入 內防輸出 意思就是不可以讓你進來 不可以讓你出去 現在連國家主席 都已經進到了武漢這個地方 你覺得這個精靈還會多久 但問題是上一次孫春蘭 就是副總理去的時候 你還記得在那個小區上面 有人在那裡 假的 假的 都假的 習近平這一次去 我看到最新的報導是提到說 還是有人在那裡衝鋒陷阱 拿著那個布條有沒有 就想要吃肉 就是還是有這個 我覺得這一些聲音 是要被聽見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大家都對於武漢 因為封閉起來 雖然我們有一些這個視頻 你可以在網路上看得到 可是真正狀況怎麼樣說 真的不知道 可是你可以看到幾個新聞裡面 發現到包含您這邊有一個 狙擊手在樓頂待命 那國家主席當然我覺得他安全 是必須要被維護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你在每一戶裡面說 有一個這個所謂的公安 或者武警穿著防護衣在那邊 到底要防什麼 我想這個 連畫面上面 連隔離衣都穿進去了 而且還有什麼你知道 因為上一次有假的 假的話 那我們給你真的 所以據說每一戶 都還發一包米 一瓶油 然後一包肉 一塊肉給你 就說有有 你看你們真的有肉 但可能是發不夠 不然怎麼會有人取責布條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習近平到武漢去 我認為他當然走進去 這有一個高度象徵意 可是有人講說 他這次去的 真正實質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 他有跟一些民眾有探望 可是我看到媒體的報導寫說 他比較像是遙望 而不是探望 為什麼 因為他們隔非常遠的距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也有媒體拍攝到說 旁邊還有官員這樣 習近平來了之後 他開始打pass 打pass 然後後面那個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後面開始喊 習主席加油 武漢加油 也被人家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有靈演 或者是安排 這是第二個 那一定是的 第三個就是火神山的這一塊 因為你可以看到 那個鏡頭前面 老實講 我看那個畫面 那一些醫護人員 真的是辛苦 所以習近平他透過視訊的方式 因為你想這一次 他們動用的是全國各地 除了湖北以外 四萬醫護人員 這些人其實我覺得 在任何疫情的情況下 這些醫護人員都是感人的 而且台灣人 其實看這個會有感覺 我現在不去講政治面 就是你看 因為我們有過SARS風怨的狀況 你看到那些 我其實覺得習近平講了一句話 我相信在場的人會有感覺 他講說雖然我看著你們 你們全部大意 大概意思是這樣 他說雖然你們穿著全套的防護衣 我看不到你們的臉 但在我心裡面 你們都是可愛的 就是你們都是非常認真的 他大概意思那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一群人穿白衣服 然後隔離這樣 我覺得他其實凸顯出來是什麼 就在這一場的防疫的戰爭裡面 即便有人批評說習近平 可能去那邊是作秀 或者只是因為透過安排演出 讓大家覺得說武漢要開了 湖北要慢慢開了 可是對於真正在武漢的人裡面 他會喊出來講說 我們要吃肉 這是一種心聲 他要給外界知道 可是同樣裡面那些人 已經被封了這麼多天的人 他的辛苦何嘗 不是希望透過這個東西 讓大家看見他們 對 疏解他的心情 好 所以湖北跟武漢 如果恢復日常的話 那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一個指標 但問題是 你不是說我現在 因為隔離來隔離去的 所以我現在把疫情控制住了 結果結束了 接下來如果真想恢復日常 那對不起 那到底這中間會不會出現 第二次的疫情大爆發 所以現在傳出來說 他們現在有200個城市 使用所謂的健康碼 有綠碼 有黃碼 有紅碼 這什麼意思 我們要先講一下 大家不要太小看 中共的整個大外宣機器 習近平國家主席 這時候來武漢是傑出的一手 我們不是拍他馬屁 為什麼全世界積飛彈打 各國開始像武漢一樣封城了之後 我習近平國家主席 這時候來到武漢來跟大家講說 沒有問題 我們快要解封 這是不是顯得我中國站上 另外一個高度 就你正在積飛彈打 我現在已經以這個運兵運籌為臥 你這樣講我就注意到了 因為就有new times 他這麼樣的反中 可是對不起 他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都不得不說 中國大陸的疫情是真的被控制住 是 但我們還是要補充一下 這個背後有一些工作人員 在幕後的付出 我們必須要感謝他 因為你看畫面上很清楚 就是上一次孫春蘭來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抗議 這次我們沒有要讓他再發聲 各個武警被派到挨家挨戶坐著 就等你在那邊喊大家指定的東西 還有網友在那邊傳他說 我同事家來兩個武警 他們坐在那邊 叫讓我的同事去陽台喊說熱烈懷疑 估計 估計喊別的話 可能就被抓走了 所以這個背後也有維穩的心思 但除此之外 中方在這一次 尤其以杭州為首 往外走的科技應用非常的驚人 三種顏色 這個紅 黃 綠 這個很特殊 第一個 中央官方包含了 這個杭州阿里巴巴集團 從來沒有對外宣布 他背後的演算法是什麼 但是紅 黃 綠 三者 就讓你判斷 第一個 綠色的暢行無阻 你要去哪 進各個小區都可以 但黃色的 不好意思 有一點問題 請你稍微自我克制 到紅色 黃色跟紅色要做大眾運輸工具 就你上去一掃碼 一掃你的支付寶 不然錢 不好意思 沒有規定讓你可以出去 這個背後大家一直在推測 因為之前BBC其實做了一個分析 他說第一個 我們發現這個資料庫 跟當地的公安資料庫有連結 也就是可能包含你的戶籍 通通都綁在裡面 所以底下有人申訴說 我們家民都沒有發燒 但為什麼我拿 我已經都申請到綠色碼了 結果後來不讓過 因為我是湖北 湖北籍的 所以第一個 他很有可能跟你的戶籍資料有連結 第二個 因為你完全沒辦法判斷說奇怪 為什麼我們只是有手機 因為有支付寶 有這樣子的掃碼 就一定有手機 怎麼會知道我的分析如何 有一派的說法是 大家要先學會四機手機 是可以精準定位 他不像三機一樣要三點定位 當初的這個鑽石公主號 他為什麼下船之後 我國可以公佈他們的足跡 那是因為他直接超前 把四機機台收到所有訊號 把它列出來 所以知道他去了哪裡 所以接下來你就看到 那顯然中方把這個 你的地理位置 你的Time Stamp 包含你幾點幾分到過哪裡 跟那些已經確診隔離的人 中間做了交叉分析之後 才得出這個結果 所以我既要有空間的定位 我還有時間上面的定序 然後兩個這樣子一交叉 對不起 我確診了 所以學衡你現在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能變黃標了 這是很大的大數據 Cross Reference的資料 鳳姐 我補充一下 這個我有一個朋友 在杭州的健康碼 綠色的 對 他是綠標 他剛會秀出來 綠標 他是健康碼 他只要出入任何的小區 公共場所 只要去掃這個碼 OK了之後你就可以進去 然後包括自己的家裡面的 社區門口都有設這個碼 所以但是你體溫出現變化的時候 他就變成紅色或是黃色 他這邊同樣還有健康打卡 就是你這個足跡 他都知道你的足跡去哪裡 然後也知道說 假設你出現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曾經去了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的設施 跟他未來以後社會控制 會緊密結合 是 就是你知道疫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很好用 可是問題是 這有沒有老大哥監控的問題 有 你在健保卡 透露你的出國也是 可是你知道現在在這個時候 200個城市都跟著用了 所以這邊敏寬我要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大陸要拚復工 我不能夠只是隔離 我不能夠只是把疫情給控制住 對不起 3月的數字 就不能夠再這麼難看了 沒錯 所以各個城市現在都祭出了一些 復工 然後搶工的一些方法 先來跟各位報告 這一次中國復工的關鍵日 是在2月23號 2月23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就說了 不要再隨隨便便封審了 然後經濟他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3月11號 出了整個全台灣上市上櫃的一個數字 先跟各位報告慘不忍睹 全台灣的上市上櫃2月份總體來說的話 整整少了兩成的一個營收 今年第一季總體來說的話 大概會減掉一成 但是這當中有一個數字 我個人比較擔心 中華徵信所之前發佈了一個數字 他說目前因為中國大陸停工 所以國內有39家上市上櫃公司 現金不足 那現金不足 當他發生了所謂的突然間的出發事件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應付目前的狀況 請注意他是上市上櫃公司 其實是大型公司 所以中小企業他們的現金的量 先跟各位報告 一定他們的含量是更低的 那我們先來看 目前以中國大陸規模以上的一個 復工來說的話 先來跟各位談到整個所謂的 重點公司 當然就是所謂的一個鴻海富士康 鴻海富士康的話 他目前之前大家很擔心 為什麼 因為之前說10% 然後後面說30% 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有18萬人 慢慢的返回到工作崗位了 所以目前是大概到80%左右 但是這次不管是鴻海富士康 鴻海的鄭州廠已經80%了 對 他已經到80%了 甚至於我們有很多外商的一個朋友說 現在在中國跟面板有關 跟IC設計有關 薪水稍微 所謂的薪金比較高一點點的 薪水高一點點的 都9乘5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復工的一個步驟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到一點 這次不管是富士康也好 不管是人寶 偽創 他們都用了一個方法很有趣 叫做什麼呢 叫做彼此之間人拉人 什麼叫人拉人呢 你去找吉他的 你除了你自己回來上班之外 你再去你們的同鄉 去把吉他的人拉進來 我們就給你錢 所以所謂的反鋼復工的人 我們以鴻海來說的話 可以拿到3.43萬對不對 但是你推薦人 先跟各位報告 你去找人被推薦人領2.25萬 然後再整個推薦人領1.28萬 同樣的我們去看人寶跟偽創 他們也是 人寶跟偽創的一個部分的話 他們也說找了五個給八百四 找了十個給兩千一 找了四五個給四千二 依此類推往上加 這是鴻海跟人寶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去探訪他們 然後問出來的數字 可是所以復工到底能不能夠有這麼高的比例 還有大小不同 可是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是美國 美國現在的狀況恐怕要比想像當中 還要來得嚴重 就連美國總統川普 是不是都應該要被隔離 我想他如果有健康碼的話 他至少是個黃標 怎麼回事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